台湾童星被当摇钱树,12岁恋情曝光被复告上法庭,原因曝光令人心疼。长大后入黑帮坐牢,太可惜。 王欣义1995年10月25日,是中国台湾省的童星,应出演偶像剧《海豚湾恋人》中的达达二倍大众所输职。 王欣义7岁初到9岁走红,13岁时就入围了金钟奖,前途可谓一片光明。 不过因为家庭教育不良,12岁时与粉丝传绯闻,抽烟打架加入黑帮,21岁砍人坐牢,前途尽毁,真可惜。 王欣义是个地地道道的台湾人,2002年,王欣义因参加台湾中国电视公司的综艺节目《我猜我猜我猜猜猜》而进入演艺圈。 9岁时,他因出演偶像剧《海豚湾恋人》中的达达一角而被大众所输职。 因为表现太过出彩,而得到了个大导演的赏识。 随后,王欣义在《宝岛少女成功界》《肚牛要不要?》以及《悄悄爱上你》等影片中出演。由于长相清秀,他很快就成为红遍台湾的童星。 踏入演艺圈发展后,王欣义也被邀请上了不少综艺节目,小小年纪就凭借一张能说会到的最可爱帅气的外表,吸引了一大波粉丝的青睐。 之后又陆陆续续参演了很多影视剧,演技精湛的他,也成了当时红透半边天的童星。 13岁时就入围了金钟奖,前途可谓一片光明,不过年少成名也让他飘飘然。 也许是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了,片酬也越来越高,所以父母就将他当成了摇钱树,很少关心他的生活,更不会悉心教育他。 因为父母的放纵,导致王欣义慢慢走向了堕落。 让人吃惊的是,在他才12岁的年纪,就跟一位比自己还大2岁的女粉丝恋爱了,还在网上玩起了不雅视频,没想到正好被父母逮了个正正。 一般的父母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对自己孩子做出正确的引导,没想到王欣义的父亲却非要把这件事给闹上法庭,真是让人无语了。 整件事中他关心的不是王欣义的心理是否健康,而是他发生这样的事,是否还会有人跟他签约。 这件事发生后,王欣义好像并没有对自己做出反省,而是更加堕落了,抽烟喝酒打架,纹身样样不落,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他竟然选择加入了黑帮。 之后王欣义的一位好友因为被欺负了,于是他就带着一帮人去报仇,结果把其中一个还没有成年的男孩砍成了重伤。 因为一时的冲动,他收获的是锒铛入狱的结局。 至今为止,他也是我国第一个坐牢的童心,想想也是让人唏嘘了。 从王欣义发生的这些事来看,家庭教育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十分关键的,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,只有做出正确的引导,才不至于忍能他们悟入歧途。 每一个孩子都有可能经历叛逆的阶段,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能够多拿出一些时间来陪伴他们,这样才能避免一些不幸的事发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